好的 那獲得S20 Plus 在用了三年的時間呢 出現了這個紫色的一條膝蓋 那這個一條線呢 我去問三星的這個客服中心 他告訴我說 可以用個案幫我處理 那個案處理的話大概是一千塊吧 幫我說著說一千塊 然後就是把這個螢幕給修好了 那現在正在用拍攝的這支影片呢 就是修好之後變成這樣 就是一樣啦 沒什麼變化 反正這支我花了一千塊 反正因為保固也過了 所以我當時看到這條線 我也是超級傻眼 怎麼保固剛過就GG了 我真的是很傻眼 但是剛好好像很多人都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有正視這件事情 還是有幫我去花一點點錢去修好 那這些手機還是可以用 那當時因為 記得用手機 我就直接換一個三星的旗艦機S23 好不好 那我選擇再相信他一次 那給各位參考三星的螢幕 我用S20 Plus就是遇到這個問題 我相信網路上跟我一樣的應該蠻多的 因為我有上網去查 也很多人遇到這個問題 那S23我就看三年後 會不會又出現一條線呢 如果再出現一條線 那我就認了 我就換 我就在換 好 就給各位參考了 我期待的 我會在電視上 我會在陪環境中 我 caut helps你打听 要等我 MATT 忍 Eltern 嗨 大家好 好 那這支是大師換的這個三星的S23 這支比較適中的這個手機 剛好我的手的大小可以一手掌握了 就是在用這種手機的時候呢 我通常會先去顯示螢幕那邊 然後把這個動態最佳化 把它換到120 這樣子滑動速度才快 如果是用標準的話就是 滑動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是有差 那120T是不省電 OK 基本上我會改的這個 畫面會比較 順暢一點 OK 那基本上以手機來說 這個順暢度我覺得非常好 那基本上 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基本上我用到現在啊 沒有什麼閃退的問題 切換APP啊 也沒什麼閃退 目前啊 但是如果是玩手遊的話 你再切換 就是換到下一個APP之後 可能會那個遊戲要重開這樣子 那我S23買的這個 記憶體是8G 那儲存空間是256G 因為我覺得256G比較夠用 好 那基本上 它的螢幕還是那個超聲波啦 螢幕還是超聲波的辨識 超聲波的辨識 那它快不快呢 就是還可以 因為我這有貼保護貼的 玻璃的 然後它解鎖速度是已經比 我上一隻是S20 Plus 是快很多 可是它有時候還是會感應不到 但是它比上一代 比我用的S20快很多了 快很多 那我還是不太喜歡用超聲波啊 因為它貼的保護貼還是 有可能會解鎖不到 這是我唯一對它的抱怨 我覺得還是實體的這種指紋啊 那它臉部辨識也是有 那手機用它現在呢 基本上我已經用了 應該有三四個月了啦 有三四個月了 那我還是很滿意三星的這隻手機 雖然 S20 Plus給我出現這個 一條線 但我還是選擇再相信它一次 好不好 好 那後面的影片呢 就是相片 然後影片 然後音樂畫面給大家參考 對S23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這個音樂的表現 然後 跟畫面 的表現 就是喇叭的表現跟畫面表現 很滿意 那 這一隻 的顏色我覺得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好啦 然後有三顆鏡頭 那鏡頭規格 我在資訊欄都會放 那我們再去參考 那我覺得 以安卓手機來說 目前我還是 是比較 後來比較喜歡是三星的手機啦 好 那 就這樣子了 我來自拍攝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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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冲动 别难心 我冷静得很 咱们聊聊 聊聊 妥 等我开了这闸门再聊 不妥 咱们若开洪水一出 下游死伤数万 求你莫要记恨 我能是为天下 为大义 为谁的天下 谁的大义 不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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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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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